根据平面媒体的报道 就之前在华裔邻居门前丢狗粪 遭到负面舆论的南加州圣玛丽诺市长 尼尔在17号下午正式递出了辞职信 声明要辞去市长的职务 不过目前他仍然维持市议员的身份 市长一职则是由华裔副市长孙宇来取代 说到各界舆论的压力下 圣玛丽诺市长尼尔 17号正式递出书面申请辞去市长一职 尼尔在辞职信中表示 他的举动为顾及他人而且施礼 让他本人以及圣玛丽诺蒙修 因而选择辞职 尼尔还在辞职信中再次向邻居道歉 并且承诺会缴交罚款 虽然尼尔已经辞去市长的职务 但还是继续担任圣玛丽诺市议员 而市长一职则是由华裔副市长孙于金取代 尼尔是在2007年当选市议员 第二次任期从2011年开始 直到2015年11月结束 不过按照圣玛丽诺市府的规定 他还是可以出来参选 但目前他是否会来竞选 能是个未知数 中央电视编辑报道